要说德云社老郭在乎谁 那非于大娘莫属 搞错了 要说老郭最在乎的还是千大爷 风风雨雨一起合作二十年 但在今年老郭怕是要跟千大爷分居一段时间 不得不说千大爷今年实在是太忙了 缺席德云社相声大会也情有可原 二十天拍完一个电影确实没有时间 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不必在乎的只有于大娘 三月一日于千主演的电影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历经二十多天正式杀青 不少网友表示 这真是用一顿火锅的时间拍摄了一部电影啊 而且还是一部悬一剧 就是不知道千大爷是不是杀手 也有网友表示 千大爷拍完了是不是就能说相声了 当然不是 老郭在相声大会时就曾说过 除了这部电影还有好几个合约 至少在五月份左右才能有当期 而且还是请假 除此之外千大爷还有一部四十集的电视剧 了不起的我们将在本月开机 四十集的电视剧拍下来怎么着也得需要四到六个月的时间 怕是老郭也只能暂时当个寡妇了 不得不说 今年的千大爷作品太多了 除了刚刚杀青的 于谦跟梁家辉合作的犯罪动作喜剧电影《老江湖》将在今年上映 电视剧方面与何冰 朱元苑 郭麒麟 孙岳合作的年代剧《多大点事》去年年底已经过审 有望近期播出 再加上了不起的我们 不得不让大家期待 当然最期待的还是相声舞台上的于谦 虽然千大爷比较忙 缺席了相声大会 但老郭跟徒弟们搭档现场也是非常的欢乐 就是不知道想不想千大爷 如今想见相声舞台的千大爷估计只有在天津德云社的周年庆上了 毕竟老郭已经许愿了 就是不知道老郭会怎样杂卦